各位新老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就在昨天 索尼公布了一大堆它PS5阶段的游戏 有的独占有的不独占 男人队已经吃惯了各路饼子的我们来说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 就连我在昨天也曾经一度放弃 我看这个发布会的封面就一个手柄 我想最多公布一个手柄 谁知在发布会的最后 索尼他终于不再卖他的车 不再卖他的手机 总算是把这一泡 憋了快有一年多的 给拉了出来 真的 所有关心这坨 的人 估计看都看出痔疮来了吧 然而最期的是他还是没有拉干净 因为他最后没有公布价格 信信很多电视机间的朋友们也这个表情 但是大家别哄 因为今天我就是围绕PS5的配置 不公布价格的原因 以及大家最关心的PS5的预期价格 和如何购机才比较划算等点来 给大家来做一些指导向的娱乐视频 那我们先来谈谈这个外观配置 从昨天的官方公布图中 可以看出PS5是一个树立式的 黑白相间的配色 不管你们喜欢不喜欢 我是非常不喜欢 我们先看这个手柄 白色的外框将黑色的底蕴 给我的感觉就好像配色师傅他吃了 嘿嘿 般的违和感 为什么我要这么说 那么了解丫丫的朋友应该知道 丫丫的第一台PS4是一台白颜色 那么自然手柄也是一个白颜色的咯 然后三年之后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种白色的材料 在空气不太好 并且还有甲醛的地方呢 会特别容易翻 所以我一度骗我妈妈说 这是一台空气检测器 最重要的是我妈还信 好你索尼牛皮 我们大天朝人折腾不起白色 我认了 比如说婆罗发射的时候 我就二话不说的买了台黑色的机器 总想这次不会有事情的吧 然而用这种这我才知道 原来黑色的手柄上用的这种材料 对三星的腐蚀抗性的比较的差 如果你又正好油腻的东西 跟肉吃的比较多的话 你的体液就必定成酸性 其中某些手掌和线较为发达的人 就被称作为牛蒜兽 那么相信看到这里的朋友 肯定跟我一样 已经拥有一个亮的发光 按键各种腐烂 自带各种飘影 基本上一年半两年 就肯定要换的牛逼手 而且贼容易摘毛毛跟你们说 套个手柄套子什么的根本不管用 只有这种手套可以拯救 谁是我们的索尼硬件部门年年亏损 黑件不赚钱的吗 手柄不赚钱的吗 总的来说 原本需要买上最少两个手柄的体验 现在一个手柄就给你搞定了 开心不 至于这个外形呢 我很早之前就说了 肯定不会是盗裤衩鼻子型 而且极有可能会出一个低配版 嘿嘿 所以说我这个小盗消息和分析能力 还是比较靠谱的 只不过现在这个形状 不管说是路由器还是空气氢化器呢 都有一些牵强 所以到底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再来谈谈配置问题 从外观上来讲的 白痴都知道它少了一个光区 很显然是我的控制成本 而且廉价版极有可能会使用小硬盘 但不管这个版本卖的再便宜 除非你打死就是不玩实体版 或者一定要骗妈妈说 这是路由器或者是空气氢化器的那种 那么这台廉价版跟你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那么接下来再让我们聊聊 没有拉干净的问题 那么众所周知 索尼爸爸的竞争对手巨印 早在去年就已经发布了 它空气氢化器的模样 并且分为了主打4K的黑色高贵版 和主打1080的白色贫穷老百姓款 并且同样也是没有公布价格 不得不说这一部战略棋子 走得非常漂亮 如果这个时候索尼爸爸也效仿 只公布一个外形 不公布价格的话 这个时候会被人认为 索尼没有信心 但是连价格都一起公布的话 势必又是让微软再次抢占了先机 因为我之前节目里面也提到过 这次的次世代游戏主机 其实是为多年后的 云运算游戏主机台做的铺垫 因为大家也知道 在PS4的时代 XPOS ONE的销量并不是太好 如果这次输掉的话 基本上就没有下一次了 良心插吉辟什么都不用说 只要索尼敢公布PS5的价格 他们就敢卖得更便宜 说到这一步上 可能还是有些朋友不太能理解 因为即便是两方竞争的话 因为最终赢家是玩家 赢的玩家肯定会大量的涌入 但是买卖关系跟竞争关系 都其实很微妙 你不能像菜商买菜一样 对吧 啊 我们索尼公布了 我们这个PS5卖399了 什么索尼墨3 卖399 我们卖299了 什么剧影 他妈卖299 我们卖199了 什么索尼卖199 我们卖199 我们不要钱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 不要钱可能吗 不可能 错 其实早在九桌梁 木剑爷爷的那个年代 包括我现在 在索尼的那个朋友 也跟我说 这游戏机送给你们 真的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只要你们敢买游戏 但是为什么索尼不做呢 要理解这个操作呢 你必须引入一个新的词汇 叫做防破解成本 其实早在PS2的年代呢 就有人提出 家庭娱乐主机 能不能像手机那样 搞一个签约制 也就是说你只要保证 每年消费多少款游戏呢 游戏主机是直接送给你 当时研究的签约型机型 就是后来出现的 超保款的PS2 就是现在没事让我在天上 飞来飞去玩的那个 然而事与认为的是呢 PS2火速就被破解了 中后期发售的廉价版 搏击PS2 可以说破解率达到了90%以上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懂了吧 当一台家用游戏机降价降到一定程度 甚至是白送的情况下 全世界的玩家想的并不是 我想买买买买买买 而是哎呀什么时候破解呀 也就是期待破解的这个市场 无形间变得非常的巨大 那么有了市场 肯定有人想去赚钱 那么破解上就会更加的积极 那么官方反破解的力度也会变大 并且不可逆的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 PS2 PS3那次招玩花了多少钱 你们懂的人都懂 所以卖游戏主机呢 一定要会有个门槛 当一个玩家 如果过不了这个门槛的时候 就会被认定为 没有能力消费游戏的潜在用户人群 说的很复杂 其实就是说你不配玩玩的游戏 麻烦别帮倒忙了 这也是为什么索尼宁可顶着 股票下跌的风险呢 也赤之不肯公布价格的原因 因为现在对微软也好 索尼也罢 谁先公布价格 谁就要吃这个亏了 现在两人的关系就好像 当初左足是单挑他哥的时候呢 两个人动都没有动 但是呢内心已经打了几百场 吃夸群众呢 一个都没有看懂 但是站在边上的这个 任天藤引荐部门的人呢 已经瑟瑟发抖了 因为只有懂的人才知道 这是一场关汇的今后游戏 平台命运的神仙大战 那么终于到了 大家非常关心的价格文节了 完全死的价格呢 我觉得现在不太好说 但是呢 基本上呢 形状呢已经定了 在这次次世代游戏 主机平台的大战当中 价格最低的 肯定是微软的 白色空气净化器 也就是叉傻傻 这台之前微软呢 也明确的说过呢 价格绝对不会超过三百美元 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呢 也不会卖的太低 因为再低的话呢 就逼上这个天蝎座了 天蝎座这个库存就非常的危险 而且总体性能上呢 也就比天蝎座高了 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左右 嗯没错 到时候天蝎座肯定会讲价 那么排在第二段呢 自然就是低配版的PS5 这台机的价格呢 我感觉绝对不会超过三九九 它肯定会一个非常合理的价格呢 卡住最低的那个门槛 在降低门槛的同时呢 给玩家设立了 不能回血的限制 但是呢我这里有个小道消息啊 它说啊这个PS5的游戏呢 哪怕是数字版呢 它都可以同时分享给两个人 但是要求呢 必须是同网络下 也就是家庭成员 现在还不知道啊 现在这个就当我讲笑话啊 哎再像这个PS5的完全版 跟Xbox的这个最新的叉啥叉 我估计最后可能两个人呢 价格都差不多 PS5呢用独占游戏抢占份额 微软这边呢 则会用更高的配置来吸引用户 相信这两台主机呢 也是今后大家抢的最凶的两台 但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 你再问我到底价格 到时候我们拿到手呢 拿到多少钱呢 我现在呢不能回答你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越是回答你 你越是问 越是问呢你越不想买 你就会跟当年的我们一样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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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了PS5PS6PS7 等出一个奇迹 等出一个惊喜 我们等等等 可能会等了很久 但是绝对不会输 那么很多朋友听到这里呢 可能觉得很绝望 哎呀路都被堵死了 我们该怎么办呢 不要慌 这看似路堵死呢 还是有那么几条可以走 但是不管怎么走的话 你都要确定一下自己 一 你现在手上有没有一台主机 如果有 那么你平时 有没有供得起这台主机 基本上我算下的 他每个月要为这个主机 省下200块钱 如果你省不下 你愿不愿意为了主机 戒酒戒烟 或者为了玩游戏 出去打一份零工 可能很多朋友觉得 打工什么 很丢脸什么乱七 打工不可能打工呢 但是我跟你讲 在美国 在欧洲 在日本 绝大多数玩游戏的人呢 都在了 你头14-15岁就出去打工 我推荐你 赶快买一台POLO 因为老机型PS4跟Slim 在PS5发售的一瞬间 立刻就会变成白菜价 就比方说 你们最喜欢的GTA的公司 人家间表示了 我的下一代作品 绝对不可能 在1080的PS4老机型 或者在Slim上奔跑的 跑不动 除非开启720的乍化者模式 但是索尼的这边呢 又是不肯放手 所以果断买POLO的道理呢 就在这里 依然呢 你可以熬到PS5降价 一般性一年左右呢 能降到一个 还能接受的价格 两年是肯定降回评价的 也就是官方宣布的那个价格 而如果你这个时候 手上没有一台主机的话呢 你就需要考虑另外几个问题 一你是否经济自由 这没什么好多解释 就是你不筹钱了 对不对 其次呢 就是我钱是筹的 但是呢 我PS5呢 必须要买首发的 因为我第一时间呢 要玩上游戏的 而且呢 这个首发机的质量呢 肯定要比后面的机种要好 那面像这样的朋友们呢 我推荐你们呢 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因为在两年之后呢 肯定会有许多许多 许多ABCDEF级 甲乙丙丁的这种人 跳出来跟你讲 哎呀 你的这个机器 怎么这么贵买的呢 我才多少钱多少钱买来的 你这个吃亏了呀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你要学会两招 一招叫选择性屏蔽 另外一招呢 叫封印解除 这招可刺激了 那么最后就是 剩下呢 这个肯定不会买 首发机的 PS5的玩家的朋友们 在别人买PS5 在玩PS5的游戏的时候 你能不能耐得住诱惑 别到时候 看人家眼红啊 这个买了新的这个主机 哎呀 两个子会比较爽 哎呀 你这个主机有什么了不起的 哎 你们这游戏这个这个 这个不好 那个不个不 什么什么什么的 我觉得呢 这样子的话呢 你还有另外一条路适合你 那就是我以前讲过的 这个Plo换Plo 意思就是说呢 你现在去搞一台Plo 等到PS5发售的时候呢 你鸟都不要鸟它们 你老老实实玩你的1080 因为你还要考虑一下 不光是游戏机 你家里还有没有一台4K的 所谓的电源机呢 对不对 你要是没有的话呢 可能反正就无所谓的 这就老老实玩的1080好了 一路玩到PS5的后续机种出现 这个时候呢 就一波肥 因为后续升级机种呢 肯定会沿用上一个机种的生产线 并且大幅度降低成本 它卖的价格肯定没有 PS5那个时候出现了那种 哄抢的价格高 在这之后的三年多的时间里面呢 你可以存钱 先把一个4K的 索尼大法电源机呢 先这个钱存出来 买好电视机后呢 4G啊 就看这个后续机种的这个发布 一旦有点什么后续机种的消息之后呢 就立刻还是存钱 或者来呀呀的直播间 经常听呀呀这个 BB刀BB刀对吧 有点小道消息的 然后看准时机呢 刚才说了一波肥 这条路线呢 也是很多国外的一些 虫玩家们选择的路线 放心啊 这个不丢脸 最后要说一下呢 我说这个不是为了让你们 聊我店里面买游戏机啊 如果你们看了这个视频 聊我店里买游戏机的 全部拉黑啊 全部不理你们 对的没错 就是有点贵 就是不卖便宜的机器 你们爱买不买